北市長 柯文哲 你錯了 家鑫要痛逼你 但真正我要痛逼的是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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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農的確是在北市府管轄地帶 那北農高層天命於誰 是天命於農委會 這不管農民或者任何承銷商 或者農民團體都很清楚了解 農民跟這些農業相關從事人員 只有一句話 到底要不要廣篩 政治修飾 強制作為 北市府跟農委會都不要再卸責 因為對我們而言 一個月選早就知道北農的確診案例 那時候北農只針對核心員工 針對這些核心員工篩檢 而不採取強硬措施 為什麼 上行下效 農會陳其中 既然主導北農的任何一切 不啟動任何暫緩 什麼備援措施 什麼計畫 都無法提出報告 所以就只有一句話 普篩 廣篩 我不算你的定義上是什麼 但我們要施行就是這樣 北農不是第一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已經在一個月前 我們已經遇見了 現在已經四十多例了 甚至周邊群聚感染案例可能更多 疑似更多 匡列真的越來越多 你還相信北農這一套嗎 如果你柯市長為了人民全台 全國人民的所謂的性命安全 你早就應該 北農應該強制匡列 而且要修飾去篩檢 你有所作為而不作為 這北市北市長柯文哲 你錯了家鄭要痛批你 但真正我要痛批的是農委會 到現在 一個月前 我們就要求強制快篩 才是清消 到今天成績中還講 我們暫時不啟動備援計畫 你還在給北市北農下肢老鼻 那也是人命於往故 你農委會該負擔起什麼責任 我寧願休息半個月 全國農民都可以 我相信大家寧願半個月的短痛 我也不要腸痛 半年一年農業受損 或者農業面受到衝擊 消費者受到衝擊 誰要承擔 誰要負責 對這些相關從事人員 北農問題不是北農問題 是全國問題 你要針對全國這些農業相關從事人員 單起什麼社會責任 誰告訴我 我願意一間承擔 北農也一樣 北市府也一樣 東北農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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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腔 東北農也一樣 感谢观看